1969年7月20日17分 美国太空船阿波罗11号徐区着陆月球 成为人类首次登月的太空之旅 当时全球还直播这历史时刻 当阿姆斯特朗他在月球表面那一刻 并说出了我的一小步 人类的一大步的一句名句时 也成为第一个他上月球的太空人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 在月球的太空人 在阿姆斯特朗还没踏足月球之前 已经六个小时待在太空舱里不敢出来 因为他们看到几艘巨大的不明物体 已经在月球上等着他们 三位太空人当场吓傻了 不敢轻举妄动 直到等到六个小时 判断他们没有恶意后 才布出小印号踏上月球表面 这信息被当时与阿波罗11号联系的 NASA的通讯员莫里斯证实了 不仅如此 在全球直播这历史时刻 突然卫星信号被中断 足足过了好几分钟才恢复登月画面 而官方解释是设备出现故障的缘故 但是据传当时许多无线电爱好者 都截获了这段阿姆斯状 与地面控制中心的通话内容 发现登月直播被中断的真正原因 以下是被无线电爱好者 截获的那段惊人的通话 Huston,Columbia 阿姆斯特朗等人看到不明飞行物 以及许多巨大外形飞船排列等着他们的一幕 后来也被前美国司令部军事长罗伯特迪安 和顶级航天设计师威廉·汤普金斯证实了 曾享有具有宇宙卷密集的分析情报的罗伯特迪安 在2009年于西班牙巴塞隆纳举行的欧洲高峰论坛上谈到 人类不仅登上月球 还看到并拍摄了很多外星人的飞船的照片 但自从美国停止登月发展之后 将近40卷有关登月的照片内容 大部分被销毁了 而他有幸看到了几张非常罕有的照片资料 随后他公布了一张照片 并解释说那是阿姆斯特朗在登月时拍的 当时他正在朝登月舱窗口张望 忽然看到白色类似雪茄的物体飞了过去 于是迅速把它拍下来 阿布罗11号即将登陆月球时 阿姆斯特朗看到太空舱外的陨石坑边缘处 盯着巨大的UFO 让他不禁惊地破口而出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阿姆斯特朗布下登月舱阶梯时 是那么的缓慢和战战兢兢的 而身为顶级航天TRW成员的汤普金斯 也是被外星人选中的作者 当年1969年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时 他正好在NASA卡纳维尔角发射中心观看登月直播 而这里直播内容完全是登月完整的过程 因此他清楚看到了外界无法看到的那段被中断的镜线画面 汤普金斯说那时他看到阿波罗11号登月舱降落在宁静海陨石坑时 当阿姆斯特朗踏出在月球上的第一步后 就听到阿姆斯特朗惊喊 那是什么 这些东西大的惊人 天哪 简直难以置信 我要告诉你们 这里有其他宇宙飞船 他们排列在火山口的另一侧 他们正注视着我们 然后阿姆斯特朗还把它以360度环料室录影下来 而这张图就是汤普金斯根据当时看到的情景把它画下来的 似乎是外星飞船在列阵警告人类 误闯私地 阿姆斯特朗的助手多年后回忆说 三个不明飞行物曾逼近到距他们的飞船只有一米远的地方 当他们乘坐登月舱降落到月球表面时 他们看到在陨石坑的边缘处 凭着三个直径15米到30米的UFO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影片 这是阿波罗太空船着陆月球后 登月舱太空人与地面控制中心的一段对话 当镜头向左移动时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巨大的碟形金属物体停在大三角下 请注意 当摄影机拍到该物体时 留意控制中心说了什么 以及登月舱内太空人的反应 然后控制中心将相机指向月球的其他表面 请注意 这段影片和对话明显地表明 地面控制中心清楚知道 月球上有外星人的存在 并且正在监视着太空人的所有举动 但他们却不愿人们知道这事实 这个影片据说是一位业余天文爱好者 在观测月球表面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月球背面 飞出多个不明飞行物 并把它拍了下来 这些不明飞行物移动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也非常巨大 足足有数公里长 而且还有银子 沃尔夫 美国空军电子图像精密度处理员 1965年 他被派往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的机密实验室 去修理发生故障的电子图像处理设备 于是沃尔夫很快来到那里 发现那是一个整间房间都亮着红光的摄影暗房 期间 实验室工作人员告诉他 所有美国太空总署的照片都会先转移到这里 并进行人工处理 在交谈中 工作人员突然告诉他 顺便提一下 我们在月球背面发现了基地 当沃尔夫看清楚那张照片时 不禁吓了一跳 一位图片上真的显示月球背面的 一大片巨大的建造物 而且非常清晰 沃尔夫过后感到非常恐惧 因为这位士兵告诉了他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出了实验室后 他就此保密 直到数十年过去 才在2001年的记者会上 揭露了他的遭遇 1969年 作为阿波罗11号登月最后彩排的阿波罗10号 在环绕月球背面飞行时 由于月球背面无法传输信号 而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然而在这为时约两个小时失联的时间内 所有太空人都听到了一种 从外太空传来的异常声音 从三名太空人之间的对话显示 他们听到了从未听过的声音 不易解释 你知道 这听起来像来自外太空的音乐 你听到了吗 那口哨声 此外 阿波罗10号上的宇航员 在执行绕月飞行时 也曾看见白色不明飞行物体擦身而过 并把它拍了下来 无独有偶 在2003年 中国太空人杨立伟首次进行太空任务 当他成功进入太空 独自一人在寂静的宇宙飞行时 突然他听到类似敲门的声音 他在受访时表示 这不是外面传进来的声音 也不是飞船里面的声音 而是仿佛是谁在外面敲飞船的船体 他当时心里很紧张 生怕太空船出了问题 于是检查各种仪器 并趴在弦窗 试图找出声响所在 却最后什么也没发现 最后他也安全返回地球 1969年 美国阿波罗11号太空船 首次登陆月球时 曾发现月球的表面 共23个人类视角脚印 并把它拍摄下来 在过去的30年中 NASA对此一直保密 网络上传出一段 据称是美国宇航局 NASA封存的绝密影片 画面中显示 在月球背面的阴暗面 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城市 而且整个城市的建筑群 在发出红色晨光 非常耀眼 这肯定是某种文明生命的生活 所在地 影片上听到阿波罗11号太空人发出惊呼 我的天哪 有个上级人行的生物在月亮上行走 然后发现什么突然蹲下 然后又站起来往前走 这是外星人吗 这影片据说来自NASA登月蓝皮书 1966年11月 NASA月球探测器轨道2号 在月球上空拍摄到以色金字塔的建筑物 令人惊讶的是 其排列方式竟然与埃及三座大金字塔排列方式惊人一致 据专家推测 该金字塔的建筑时间可能已超过万年 或比地球上的金字塔起源更早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NASA大吃一惊 因为在金字塔建筑物旁 发现了一个太空船残骸的不明物体 根据NASA天体工程师的计算 金字塔边上的这个庞然大物长达4000米 高达500米 呈长条形 表面是碳黑色 并且有特殊金属的光泽 并且还测出这个宇宙飞船残骸 距今已经有15亿年的历史 一位叫Wallphoria YouTube网友 使用谷歌地球浏览月球表面卫星影像时 在月球北纬27度34分26.35秒 吸睛19度36分4.75秒处 地外发现一个神秘的人形阴影 该阴影相当巨大 不但有头 还有瘦长的身体和四肢 与人类外形十分相似 而且还有影子 2021年10月 玉兔2号月球车在月球背面周围环拍时 在80米的前方 拍到一个立方体的物体 仿佛是一间神秘小屋 但当月球车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来到神秘小屋的十米处 发现这个小屋其实是像兔子的一块岩石而已 有趣的是 这兔子面前还有像胡萝卜一样的小石块 这不见让人想起了嫦娥奔月的传说 继神秘小屋之后 玉兔2号在月球背面发现了几颗玻璃弹珠 这些玻璃球只经为2至3厘米 透明度高且表面光滑 可能并非月球本土所产的物质 这张照片也是玉兔2号在月球拍到的 图片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石碑树立在茫茫的月球沙城上 该石碑和附近的地形显得十分格格不入 就像人为的树立于此 有人猜测它可能是远古的外形文明一致 NASA的自动化月球勘测轨道器LRO 在月球拍摄到一个神秘金属物体 真物体大约60米乘20米 研究团队对金属物体进行了摇杆测量和分析 结果显示 该金属物体与月球岩石 以及地球上任何材料都迥然不同 这是阿波罗8号太空船拍摄到的月球表面的其中一张照片 照片显示在月球的表面上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物体 这个形状非常工整 并不像是陨石撞击而形成的陨石坑 照片放大后 三角形物体似乎还有投影 有网友将阿波罗8号先前在同样位置所拍摄的图片与这张比较 而以前的月球并没有出现这个三角形 有传闻称 两名NASA的太空人意外发现了一卷旧的录像带 其中内容牵扯到一段绝密 他们惊讶地发现 当年阿波罗18号非但没有被取消 而是在秘密中继续执行了 而且是降落在了月球的背面 当阿波罗18号在月球背面着陆后 映入三位太空人眼中的依旧是满目昌疑的月球景象 但很快其中一位太空人似乎发现了些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神秘的脚印 于是便招呼另一位太空人也过去 为了印证一下是不是他们自己的脚印 最先发现这些脚印的那位太空人 下意识地在神秘脚印旁也踩下一只脚印 结果发现两种脚印完全不同 这时他们决定跟着神秘脚印往前走 试图看看他们去了哪里 结果到了前方 发现脚印走成了一个大圆圈 这说明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但我们为什么看不到他们 其中一位太空人紧张地喊道 因为月球背面在他们之前 根本就没有人来过 那么这些神秘的脚印会是谁留下的呢 难道月球真的会有外星生物 恐惧如然而生 于是他们开始呼叫地球上的基地 但是由于是在月球背面 基地无法接到他们的信号 而录像影片就此完结 据说这三位太空人 由于最终遭遇了外星生物 而没能返回地球 尽管NASA出面说此项任务 阿波罗18号并不存在 但自此之后 人类再没有登月 不仅美国停止了登月 就连当时唯一竞争对手 苏联 也很有默契地 停止了登月计划 这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美国和苏联 应是受到了外星文明 间接或直接的警告 1976年 阿波罗20号飞船秘密登陆月球 其登月的目的就是要探测 此前卫星拍到月球上的一艘宇宙飞船 当阿波罗20号接近月球表面 可以看到那艘巨大的宇宙飞船 还静静地停在那里 整个雪家型飞船表面有着奇异的图案 黑色的外壳反射着明亮的太阳光 而飞船的长度达到了惊人的3000多米 高度竟然足足有500多米 比爱菲尔铁塔还要高 而有人判断 这艘飞船的存在历史 至少在15亿年以上 而飞船附近还有层室的遗迹 其实 在1971年 阿波罗15号执行任务时 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物体 当时 太空员们认为那是一块外星奇特的岩石 后来 经过研究发现 这个物体应该是智慧生命的宇宙飞船 随后 阿波罗20号的登月舱降落在飞船附近 两名宇航员探索进入了这艘宇宙飞船内部 在这艘飞船的内部 他们寻获两具 一男一女外星人的遗体 只有女体是完整的 那女性外星人的眼睛和嘴巴附近 都有支架一类的东西支撑 就像人们做手术时会用到的那种支架 当将女性外星人眼球附近的支架取下时 她的眼窝里流出了一种油质的液体 而且还发现这个女外星人的额头上 竟然还有一只传输中的第三只眼 三眼女外星人最后被运回地球 在返回地球的途中还拍了一段影片 影片中清晰地看到 这个三眼女体就放在驾驶舱内 旁边的美国宇航局标志非常清晰 回到地球后 检测人员精益地发现 这个女外星人竟然还具有生命特征 介于生与死之间的状态 而对于三眼女外星人的影片 美国官方也并没有像否认 罗斯维尔外星人影片那样明确的辟谣 所有一切都显得诡异 至于这三眼女外星人的影片 究竟是不是恶作剧 就由大家自己去判断吧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对我们的影片内容感兴趣 可以分享出去 并按下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那一影片更新时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啦